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與中華民國生育學學會 共同主辦第四屆韓漢語言學國際學術會議 與第十九屆國際際第三十九屆全國生育學學術研討會 因為疫情的關係三天的議程才線上進行 並以千里因緣一線千為名 線上串起各地學者的研究成果 中華民國生育學學會呢 每年都要舉辦一次全國甚至是國際的生育學研討會 那麼今年我們有一個特色就是 有一個韓漢語言學國際研討會呢 他們也決定跟我們一起合辦 所以我們這一次會議就是有兩個國際會議結合在一起 那麼因為有兩個國際會議在一起又碰到疫情 我們大家都要舉行線上會議 因此我們的籌備委員們呢就想出了一個有趣的題目 叫做千里因緣一線千 但是這個原來婚姻的音呢我們就把它改成聲音的音 因為我們都是對於語言的聲音特別感興趣 會議中共有九個國家將近四十位學者發表學術論文 第二天更舉行第一屆全國大專生生育學基本功雷台賽總決賽 由初賽複賽晉級選手來到台師大PK 在完善的防疫措施下進行按鈴搶搭展現年輕學子的優秀實力 現在人可能會覺得啊聲音學就是國文系啊中文系的人在學的 但是其實現在台灣很推這個本土語言 而我們本土語言當中呢其實有華語閩南語跟客語 這三個都是在聲音學當中可以幫助你去更了解這三個語言的 或者說你學這三個語言之後也可以反過來更精進你的聲音學能力 主辦單位表示韓語跟漢語有著幾千年的密切接觸 所孕育出的諸多文獻 對於近代東亞語言民族與文化有著無法取代的重要性 期盼透過這場學術交流 提升海內外韓漢語言與聲音學的研究能量 記者林錫慧台北報導